唐貴瑜有當面邀約你當副手 你有拒絕 為什麼 你有另外的考量嗎 我想他可以考量的人 這個人是非常的多 對象很多的 所以他盡量去考量別人 所以你拒絕他的邀約就對了 是的 那你怎麼看現在柯文哲他組長的事 還有那個郭文泰銘他也會考量 那紫黨它有代表的意義 那我們當然給予尊重 給予祝福 那這個也就是大家對藍綠 都好像沒有太大期待的時候 那他才組這個黨 希望能夠代表很重大的力量 我們也祝福他 讓他能夠順利達成他的目標 可是你那邊好像 有持續在跟你這邊接觸嗎 這個方面目前我們也不宜 多說話 院長 還會有韓文會嗎 韓文會嗎 應該 林先生還在安排 我跟他說慢一點 我沒有說不要 因為已經幾度拒過會了 所以我說目前還沒有這個必要 那慢一點再說 院長那個陳正平說 柯P一定會出來選 那你自己認為 還是什麼 就你要去請教他 我只是猜測的而已 我講過了我一定參選到底的嘛 這句話我從來沒有變過 會有哪種情緒 我說主要上天知道 上天安排 不是要說了嗎 上天怎麼安排我怎麼走 那我跟郭董一邊有接觸跟聯繫嗎 那個未來一定是一定會聯繫的嘛 有可能屬成一個超強嚴 參選到底的角色 你知道怎麼樣 參選到底的角色有很多 參選到底的角色會怎樣 再說嘛 你們自己去推嘛 我以前講過的話 我從來都是算數的 我從來沒有更變過我的講法 好 所以有你的支持者 在幫你聯署這件事 這是他們自動自發的聯署 我還沒有發動 但是聽說已經聯署不少了 應該聯署個十幾萬分已經有了 好 院長 你覺得今天那個 韓國有還知道 聽說最主要的願意是誰 他還有很多可以來邀請的對象 讓他去充分考慮 他應該怎麼樣的人選才是能夠 跟他相輔相成 那接下來陸會跟何批政黨 會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嗎 這未來未來再說嘛 是因為沒開燈嗎 好 謝謝